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主委陈吉仲表示 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有三大目标与功能 整个有机农业中心不只是台湾第一个 而且是亚洲第一个有机的农业中心 它有三大目标跟功能非常重要 第一个它可以让所有的青农 要做有机的这样的农业生产 或者是甚至有机的加工 都可以到我们这个有机农业中心先来育成 第二个它是一个有机农业的一个示范平台 第三个更重要 有机的整个农业生产不是那么简单 就可以直接的来生产 加工的有机 那这个绝对是要有相关的研究的投入 有机农业生产里面的 比如说不用化学回料农药的替代的相关的 我们的有机的资产 也绝对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 甚至要把全台湾有机农业的成功的典力 要推展到国际 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个 在与会来宾致辞后 主委陈吉仲和与会的贵宾一起主持开工助导 祈求上天诸神庇佛工程顺利 随后众人辞经厂开工动土 祈求开地平安 动土顺利 一切圆满吉祥 而占地9.2公顷 掀其经费1.25亿元的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预计将在111年初完工 也将成为花东重谷入口景观建筑物 其实我们会希望把这个在地的 所谓人文跟自然特色 融合到我们的设计里面 在花东重谷的气垫 也就是我们整个花东重谷中年区的 一个所谓的入口印象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花东重谷 这种地形的特色 融入到我们的建筑设计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理念 去吸引人们注入 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它未来会变成一个打卡热点 借由吸引人群 进入到这个有机中心以后 然后再由有机中心 来推展它的一个有机农业 这样的一个理念 来达成我们这个研究中心的目的 有了如此身具意涵和使命的研究中心 但设备经费短少了1.2亿元 花联农改厂厂长杜立华为此四处奔波 也终于获得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意批合 组一个主体工程以外 还有四件的附属工程都没钱 那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盘点 那整个的扣掉这一公顷 大概还有8.2公顷的经费 那我们出估大概还需要1.2亿 经过我们这样的三四个月的努力 我们的厂里面就短短几天 就把这个补证计划整个立业出来 那经过主委核定以后 就送到行政院去 所以苏贞院长在去年的10月底 就批合可以我给你们1.2亿元 那现在在立法院在做审议 所以说主委的支持 我们后续的部分 我们继续拉来 因为后续的这个8.2公顷 我们就有经费着落 国内有机农业促进法施行后 如今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也顺利动土开工 将进一步深化研究发展 也让台湾有机时代 进入一个崭新的里程碑 根本日报记者廖云林 花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